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Jesse Dean 今天给大家去分享一个股市高手的故事 那么希望通过这个故事 让大家在对于投资股票的话有一定的启发 这个故事讲的是我去拜访一个师傅 那么师傅带我进门,并没有教我任何东西 而是让我去和一些散户去交流 他给了我20万的资金,说随便我怎么操作 但需要每天把自己的想法和为什么买卖 因为什么买卖,哪怕受到什么人干扰 都如实记录下来 他似乎并不早紧去看这些东西 只要我这么做一年的时间 对于我而言,突然有了一笔20万的巨款 虽然不是我的,但总算独立去运作一笔资金 非常兴奋,重新捡起以前掉下的那些股市秘籍 开始投资股票 并且有时间去专心的做股票 非常的兴奋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最后的成绩是亏损50% 师傅并不关心这钱是亏了还是赚了 一直不问 直到这个时候 师傅才叫我拿出那本操作笔记 躲在屋子里,看了一天 师傅躲进屋之后 让我出去钓鱼 直到他叫我,才可进来 从因为钓鱼,误闯到这里来 又因为钓鱼,可能被爽地出门 我想我的宏伟梦想就这样结束了吧 继续说的这个故事 我闷闷的一个人钓鱼去 那是一个水库,没有养鱼,都是自然生长的 不远处就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严禁垂钓 水面平静,手水库的早已和我老熟悉 严禁垂钓只是对外来人说的 我哪有心思钓鱼 只想一个猛子跳进水里去,坦克不安 不知道师傅会怎样处罚我 我想最大的处罚就是让我走人吧 我这人有个好习惯 就是说到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做不到就要先声明 所以日记都是真实记录 绝不弄虚作假 因为师傅告诉过我 这个日记就是将来给你的教材 如果你做一份假,就少一份成长 一定要真实心态,真实的记录 不要认为自己柚子 每一个人都是成柚子,成长起来的 直到夕阳西下 金色的阳光照进水库的时候 师傅出来了 我正对着夕阳下的水面发呆 师傅走到我身边 并没有提日记的事情 指着水面说 看水面像什么 我说像血 师傅定定地看着我 说你没有发现一片金色 那么壮观 后来师傅告诉我 我的性格必须有所改变 要学会在悲观中主动乐观 在乐观中发现悲观 他有指着远处的一片玫瑰花园说 你觉得那里是每从刺上都有花呢 还是每从花上都有刺呢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师傅一年前说要把我的日记当做我的教材 之后呢 他开始真正教我的时候 我才慢慢明白 股市是一个人性集合的场所 在这里最重要的两种心态就是贪和泡 所有的盈利和风险控制都源于这两点 所有的亏损也源于这两点 后来有了点成绩后 再回头看了看我的操作笔记 才发现完全是一本散户的血泪操作史 很多人性的弱点 在里面都有非常充分的反应 师傅教我的第一堂课 是什么叫做大盘 我说不就是指数吗 师傅笑了 然后告诉我 他眼里的大盘是盘面的真实 是可以与否操作的环境 其中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看每天的涨跌比例 有时候指数涨很多 但跌的个股却远多于上涨的 有时候又是反过来 当然有时候也是和市场指数完全重合的 师傅告诉我 这才是真正的大盘 然后他开始教我如何将一些股票归类 自己做N个指数 然后再和普通人看的市场指数 做一个对比 慢慢的我体会到了其中的妙处 例如有时候 这边的指数跌幅 会远超市场指数 有时候又反过来 多种自边指数和市场指数 一段时间平行 一段时间剪刀 甚至还有一段时间还完全反向 正是反映实际环境的直观图 师傅教完我这一刻告诉我 这只是散户战法的第一课 以后你要做高手 需要学的并不是这些 没有一直和市场指数反向的大板块 只有极少数个股 会因为盘手的个人意志而改变 但不代表整体 市场指数依然永远都是真实的 只是需要看懂这面旗帜的真实舞动方向 如何利用各种指数在期间的时间差 这才是重点 师傅教我的散户战法第二课 叫做心理分析 那么关于这个心理分析是怎么样的 我们留到下一次的视频当中 再给大家去进行讲解 那么今天先给大家分享第一个故事 谢谢